现在的宣传也太丰富了 和我们那个时候比起来 根本两个世纪 还记不记得 刚入学的时候 我纠结了很久 该选音乐社还是话剧社 最后靠着抛硬币 才决定去刚成立的话剧社 是吗 我那会儿还向你撒娇啊 好啊 你居然逗我 这还差不多 哪个社团招到我 都不用愁慧演节目 话又说回来 其他社团对我也没什么吸引力 因为 其他地方没有你啊 当然不会 你看墙上贴的 应该是话剧社的 演出海报吧 走 去看看不就知道了 你看那几个 扮演医生和律师的 都是比我小一届的学弟学妹 这次回来帮忙的 我看呀 排练是次要 吸引新人入社 才是主要目的 说起来 这部剧我大学的时候也表演过 会不会然后它就行 然后就换过 从小二届 我 我 你 discover 我 喜欢 去 能不能 看一下 我 不过 既然是在学校里 不用叫我杰西 就叫学长好了 还有这位 这位是 学长的学姐 也叫学姐就行 当然没问题 正好我对刚才你们表演片段中的 诗艺女主角挺感兴趣的 可以试试看 为什么你们都不认识我 为什么我们只剩下争吵 为什么我们彼此仇恨 为什么 一切都变了 这位同学 我表演得怎么样 你怎么也有样学样 这个暂时先保密 稍后再揭晓 现在的重点是 我们接下来去哪里好呢 什么叫我的圣地 哪次买零食没你的份 对对对 陪我去了以后买的比我还多 不仅没换 我前几天刷新闻 看到这家公司还上市了呢 看到这个干脆面 我就想起以前班里总有一些特别无聊的比赛 比如在课堂上吃一些特别容易出生的东西 被老师发现的人 就要在课后请大家喝汽水 而是因为干脆面太香了 那个汽水好重啊 我们先喝掉两罐吧 干杯 这就是学校的味道 对 等着学长投味 也等着学长的学姐投味 真的ובע了 我们在贾石桥下面躲雨 只是桥洞太窄了 两个人就都被淋成了落汤鸡 走吧 怎么了 我已经不是小孩子了 想偷袭我吗 姐姐饶了我吧 你 还在学校呢 学姐这是在欺负学弟 学姐 我好害怕 你要做什么 学姐 我只想好好念书 我还小呢 求求你放我走吧 嗯 嗯 嗯 那学姐回家 我也要跟你回家吗 男孩子随便住陌生的家里可不好 家里人会担心的 学姐 学姐 学姐这么说 倒也不是不可以 什么剧本呀 原来 原来学姐是在骗我吗 可是我已经相信了学姐的话 说出来可不能不算数 让我让你喝 dessa 练习 突然 你要不要 把他进入 惊润 马وت 刚好 pulls ỉ バス 詹 斌 你头发上也有 还有这里 你看不到的 让我看看 不错呀 小凯 看来这几千张剧照是没白牌的 当然 话剧社不是号称各个精英吗 不过再精英 也拍不出你一半好看 去拍点 我们的回忆 怎么样 就从这里开始 以前怎么没觉得 乔总这么小啊 但也有很多没有变 你看旁边 你知道六出花的花语吗 是重逢的喜悦 虽然学生换了一批又一批 白牆刷了一遍又一遍 虽然很多事物都不一样了 但是你看 六出每年都会开花 时间就像一个轮回 所以 我也一定会回到你身边 好啊 好啊 最上面的空白处还没人写呢 你的长篇大论 还是可以继续发表的 来吧 大小姐 是吗 上次非要拉着我坐过山车的人 是谁啊 在学校 好学生不许撒谎 想好写什么了吗 再玩要是摔倒了 可别想拉我当肉店 这位同学 你在写什么呀 要不要一边写一边念给我听听 先不告诉我 可是我好好奇啊 在底下又挺无聊的 只能对着眼前这几行 歪歪扭扭的寄语 在天台的第一次拥吻 是我们 那什么 我换一个年 毕业那年 因为想送你的花 所以送了所有人 我看这块留言墙 都能直接拿去做 午夜情感节目了 看在我为你做出了 巨大牺牲的份上 你就先告诉我吧 还在卖关子 让我等会儿自己看 难道 你也写了什么 见不得人的东西 我想想 该不会是表白吧 那我可就更感兴趣了 干嘛突然捂住我的眼睛 不是你让我看的吗 不要晃来晃去 那可不行啊 哎呀 我有点累了 好像有点支撑不住了 除非 你多叫几声学长 我才有力气 能保持原地不动的状态 直到你写完为止 声音好轻啊 我听不见哪 怎么突然 立这么起说话呀 谁害羞了 我只不过是 耳朵有点痒罢了 写不下了吗 那我往右边走走啊 不要乱动 我抓着你的脚踝 不会有危险的 慢慢写 不着急 哇 真有点舍不得放你下 下来以后还打算找我报仇啊 那为了避免被寻仇 我就更加不敢放你下来了 我就这样带着你 去操场溜一圈 到时候 绝对让你成为众星捧月 万众瞩目的交流 我可不怕丢脸 毕竟有个人的脸皮 比我还薄 啊 你捏我脸 我做了 我做了 嗯 想完了 能不能帮我也写两句 我想想啊 不然就 画一个小人 周围闪烁着许多星星 就像我 一直划让你一样 能不能再加个爱心什么的呀 好好好 我不干涉大设计师的创作 待会再来好好观摩 当然好了 教学楼里可藏着太多回忆了 以前在文坛 特别羡慕对面高中部的学长学姐 可以不用出早操 在初中生眼里 文蓝 简直就是大人的代名词 那你在文蓝没毕业就离开了 也只能算半个大人 真的好辛苦啊 孝庆还要写卷子 对 提高义分 干掉千人 以前我总是做梦 梦里的我顺利升上了高中部 我开心地抓起你借我的课本 在学校里走了一圈又一圈 可是问遍了所有人 都说不认识你 诸位还是和往常一样 但我忽然觉得 学校让人很陌生 所以啊 有你的光汽中学 才是我想回去的地方 今天不就是个好机会吗 你看那边 想不想顾地重游 真是一点都没变 这些东西怎么还在 别担心 别担心 上帝给我们关上了一扇门 必然会开启一扇窗 什么老啊 这还差不多 到你了 小心 害怕了 跳到我身上吧 大小姐 相信我 我接着你 我接着你 嗯 最近好像沉了点 最近好像沉了点 安全落地 如果时光能够回溯 我一定要和你在同一间教室 一起上课 其实想实现这个愿望并不难 只不过后来没机会 所以 今天也算是弥补了我的遗憾 你看 你坐在倒数第二排 我坐在倒数第一排 占据了整个班级里 事业最好的位置 上课的时候 要是我看不清 你可以帮我抄笔记 如果你数学有听不懂的地方 我还可以点播点播你 说起来 我离开以后 你有没有遇上什么有意思的事情 桂花树上的班纠鸟窝还在吗 柚子树上结的果子 你后来有尝过吗 对了 我不在你身边 肯定有很多男生 在窗口边偷偷看你吧 虽说她堪称我学生时大的噩梦 但在这件事上 我还真得谢谢她 万一有人纠缠你 我不在你身边谁来保护你啊 就是有这么夸张 只是她向来对女生网看一面 也没体验过而已 我们全体男生都对她闻风丧的 我之前总是因为买零食迟到 上课戴耳机之类的事被她抓包 她还特别喜欢和家长告状 每次挨批评我根本插不进话去解释 废活量堪比歌剧演员 这能挖耳膜疼 我真是 想起来还会做噩梦的程度 每次从梦里醒来都在庆幸 还好我已经毕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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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师 我们不是 其实 难怪这么生气 我们不过来 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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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说得对 在学校的主要任务 是好好学习 努力提高成绩 而不是做一些 有为纪律的事情 但是有些情愫的生长 可能连他们本人 也意识不到 你手里拿的是剧本一天吧 这是一出讲暗恋的戏 说的是一个女生 从十五六岁直至死亡 一直喜欢这一位画家 而这份喜欢 从始至终都没有说出口 在女孩的弥留之际 她写了一封长信寄给画家 讲述了这段暗恋的心情 喜欢上一个人 或许只要一天 但表达喜欢 却花了一辈子的时间 这是不是 也代表了你的心情呢 不是的 正因为无法诉说自己真正的心情 所以才想努力追赶对方的脚步 好像这样做 喜欢的感觉就会充实一些 甚至有时候还没意识到这就是喜欢 身体却先一步这么做了 有一个女孩 比我大两岁 虽然我们在一个学校 却没办法在一起上课 以前我每次路过她的教室 看到她和同学说说笑笑 心里都羡慕得不行 也总会想 要是我再长大一点就好了 幸好 我们学校有跳级制度 你也知道 只要成绩足够优秀 能通过考试证明自己的学习能力 就可以升入上一级 这成为了当时的我 最最隐秘的动力 那个时候 在完成本年级的课程之余 我每天还会自学高年级的内容 可惜我也不是什么天才学霸 所以啊 只能死皮赖脸地向她讨教 只是我没能等到那个时候 就告别光琪去了国外 虽然她不在我身边 但她一直是我向前的动力 实在抱歉 徐主任 我看到有话剧社的学弟学妹 就忍不住求个情 毕业后我这还是第一次回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主任总记得我们的好 我们还年轻呢 想再多玩几年 不过我也挺期待的 雨昂要是结婚了 请您做我们的证婚人怎么样 一定提前给您发请简 嗯 都是真的 怎么样 是不是超感动 我成功了呀 虽然我没有和你一起升入高中 但你现在就在我身边 不管你的脚步是快是慢 我都会牵住你的手 和你一起走下去 遵命 糟糕了 我把小凯送给我的礼物 放在了椅子上 还好 那个手提袋还在原地等待着我们 那你先闭上眼睛 我能有什么恶作剧 相信我 这是一个惊喜 现在可以睁开眼了 其实 我拜托学弟帮我找到的 我没有陪你毕业就离开了 一直觉得很遗憾 所以想要补上这份礼物 我之前还有点犹豫 不知道姐姐 会不会喜欢这个过期的卡通明星 那能不能邀请这对勾勾熊 作为我们重返校园的见证人呢 来 改章认证一下 只要在请否订阅 再对勾勾 只要我 以为 还有 我 有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